一头雾水 不过最有可能的线索 是不是我们筹办的这场 没仙可送的送仙典仪呢 不知道钟离去哪儿了 我们去网声堂问问吧 二位有何事 网声堂目前不太方便接待生客 我们来找钟离 能替我们传个话吗 钟离先生现在不在堂内 似乎是造访北国银行去了 北国银行 那不是愚人种的产业吗 对了 我们上一次见钟离 还是在去黄金屋之前 他会不会 还不知道魔神进宫离乐的事 在这种时候跑去愚人种的地盘 感觉很危险 没办法 这样的话 虽然对我们也挺危险的 但还是得去看看吧 你居然说这是执行官之间的合作 所谓合作 至少应该信息互通 别计较这些了 公子 你最后无视了交易与算解 单纯的大闹了一番 不也挺开心的吗 很符合你的风格 等等 好像有你们的熟人来了 是钟离和公子 还有 还有 你是 你是那个愚人种植行官 是你们 在迎游诗人的城市见过一面吧 还不错吗 有好好记得我的名字 啊 毕竟眼睁睁看着朋友被夺走重要之物 自己却无能为力的感觉 很难忘记吧 不 不要冲动呀 还没收集到气种元素的你 在黄金屋的那一站 已经是极限了吧 十一执行官里有两人在场 还是不要动手为好 哟 事情结束以后 我们还是第一次见面 怎么说呢 气氛稍微有些 呃 尴尬 当初知道你是愚人种执行官的时候 就不应该相信你 别这么说 虽然之前稍微欺骗了一下你们 但我对这位旅者本身没有什么恶意 除了最后的翻脸比较可惜以外 之前的合作还是蛮愉快的 不是吗 只是立场不同 我不会把这当作私人恩怨 当然 你们保留对我的私人恩怨倒是无所谓的 反倒是女士和钟离先生那边 可真是把我骗惨了 其实 别浪费时间公子 你们要聊天 就等我办完正事再慢慢聊吧 依照约定 我来取你的神之心了 莫拉克斯 你们在说什么 秦约已成 如你所求 赐辱应许之物 秦约已成 不不不 虽然这件事也很让人震惊 但 但是 你为什么要把神之心送给原仲 不是赠送 而是基于契约的交易 是我和那位兵之女皇之间的事 是啊 你假死的事真是太过分了 大家伴着仪式迎接你 突然天上啪唧掉下一条龙 然后离岳岗就一片混乱 还差点引来了大灾祸 把水面之下涌动的暗流汇聚起来 施压到极限以后再爆开 这不正是他所希望看到的吗 还是由我自己来说明吧 如你所知 我在世间已度过六千余岁 与仙人一同建立礼乐 也是三千七百年前的事了 漩涡无法击碎的盘岩 也会在时光的冲刷之下磨损 只是我一直说服自己 磨损出裂纹的那一天 还没有来临而已 直到某个微雨的白日 我在港口漫步 听到一个商人对属下的夸奖 你完成了你的职责 现在去休息吧 那时 我在来往的人群中驻足良久 心中不断自问 我的职责 又是否已经完成 终梨 但当我开始考虑是否应该退下神位时 我才发现 我与神同行之地 黎月 她是否已经做好进入下一时代的准备 我必须创造一次认真观察的机会 然后再做决定 所以我才设计了这次假死 将公子 仙人与黎月七星一同卷入混乱之中 没错 这就是为何我将神之星保留到了现在 也就是说 如果一切混乱都到了没法收场的地步 你就会亲自出面 用神力最后为黎月押服一次危机 当然 而且这对她来说 轻而易举 唉 但现在看来 就好像失去了父母的孩子 会迅速变得成熟一样 这座名为黎月的城市 在神的死亡面前 也已经有所成长 此次所有事件的最终解决方式 令我感到超乎预期的满意 世外隐居的众仙 他们所知的信息最少 但他们先是保持了最大程度的克制 又在危难时愿与七星合作 最后 还尝试理解了民众的心 这位女士 作为兵之神派来完成契约的使者 在我的要求之下 全程瞒过了她的同僚公子 没有泄露自己所知的真相 我本人则是以凡人中离的身份行走 最终也以这凡人身份 践行了黎月的传统 这趟旅途感谢你与我同行 旅行者 以上种种都在我计划之内 唯一超出我预想之外的 是黎月七星的行动 我对他们的期待 原本与仙人相同 守护黎月即可 但他们最终交出的答卷是 借此机会取代神明 利用我死之后的真空期 迅速掌控黎月的所有权利 听起来好像不是什么好事 我倒觉得这样很好 这也是我曾经一边担心 为时过早 以便隐约期待终要到来的事 是对我这个旧日神明的真挚践行 喂 那我呢 你们把我耍得团团转 不向我表达一下歉意吗 不如对你说声谢谢吧 你的角局 其实也是局中的一部分 严若不是你创造了 仙凡羽魔神一战的巨大压力 那么严知神手中这块 把玩了几千年的石炭 黎月 也无法成为意义发光的钻石 为什么你站在别国的神的角度 嘲讽自己的同僚 想打架吗 可恶 看破不说破 黎月人没有教过你吗 那么 神之心已到手 闲谈也无意义 你我还是先回智东宫 觐见女皇吧 好吧 不过我要晚点回去 我可不想与你同乘一条船 请随意 最后 你们还有什么想问的吗 是啊 钟离常说 教义要讲求公平 可是 这世上还能有什么东西 值得用神之心来交换呢 你普遍理性而论 确实没有 但我是契约之神 千百年来经由我手 定立了万千契约 一场交易若非有利可图 我是绝对不会轻易出手的 与兵之神的交易 是我作为炎之神的最后时刻 所定立的终结一切契约的契约 至于天平的另一端 那位冰之女皇究竟 加上了怎样的筹码 就在你未来的旅途中 由你自己去揭晓答案吧 不行 一下子还是接受不了 这么多信息 所以终离 你究竟和冰之神签了什么契约 告诉我嘛 我很好奇 不泄露这份契约的内容 也是契约内容的一部分 啊 小气